18. 《大眾報》 譚進榮指確保市民與遊客健康賭場全面禁煙立場堅定 2015年7月4日《透門新聞》P04特訊 社會文化司司長譚進榮昨日受訪時稱 政府十分重視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 以培養本澳的高質素人才 他又指出 政府保障市民健康立場堅定 實施室內全面禁煙 相信能得到市民支持 對於放寬持中國護照旅客逗留期的問題 他表示 當局會平衡經濟與民生的關係 當局堅定室內禁煙立場新控煙法以遊行政會通過 但仍然有博彩中介人團體對此表示反對 並希望採取多方面手段阻撓法康通過 譚進榮對此表示擔心 並指出 如今的危害不僅局限於一手和二手煙 三手煙的危害亦十分嚴重 經過世界衛生組織和科學實驗實驗證 煙草內有400多種化學物質 其中有60多種致癌物質以及其餘200多種無形的有害物質 因此 政府堅定立場保障市民健康 相信能得到市民支持 他認為 業界應該體諒市民、遊客及有關行業從業員的健康問題 由於單獨的室內抽煙系統會造成更大的影響 所以無法實現 在吸煙室吸煙會影響室內的人的健康 而新法庭指示推行室內全面禁煙 有需要的人士可以到戶外吸煙 法庭中提出所有娛樂場所 包括卡拉奧基和酒吧等實施室內全面禁煙 如果只對賭場例外 對其他行業不公平 而政府會推出商營措施幫助業界到過適應期 業界亦可通過提升服務質量來吸引遊客 政府高度重視高等教育有人質疑澳門大學 澳大舊校指出租金雅低廉 譚進榮昨日受訪時表示 澳大舊校區分租及理工學院 旅遊學院以及城市大學 高等教育是公共事務 涉及公共利益 政府十分重視高等教育資源的投入 因此不僅支持公立大學 還幫助私立學校發展 譬如協助性藥室大學在青州興建校園 在新醫院留地級鏡湖護理學院建立新校社等 以培養本澳的高質素人才 他聲稱 當局在出租校指前會與有關大學簽訂協議評估職效 而他們亦已通過高等教育的評價 高等教育評價制度由高教班負責 並邀請海外評監架構協助制定 對每間大學進行評估 據了解 所有大專院校亦對此表示支持 因爲有關評鑑制度可以協助他們完成既定目標 他有稱 本澳大專院校都在健康發展中 同時 當局亦會通過審計局、財政局、 廉政公署等多部門以及傳媒力量作出相應監管 政府平衡經濟與民生的關係今日 政府推出新政 持中國護照旅客過境的逗留期由5天放寬至7天 譚詩解釋稱 中央政府一直支持本澳的可持續發展 當局推出此舉時因應本澳的特點及 合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 迎合國家一帶一路的政策 以此應對經濟放緩的情況 他強調本地的發展潛力巨大 因爲現時只對內地49個城市開通自由行 如果經濟狀況欠佳 可以進一步開發內地遊客市場 本此推出的新政是一個可調節的機制 與優化自由行的政策並無衝突 而對於因基礎建設及配套設施限制旅遊承載力的問題 他表示 政府發展經濟的同時會關注市民的生活素質 通過多方面措施平衡經濟與民生的關係 讓市民能夠生活的快樂 遊客亦能玩得開心 使本澳成為一個移居、移業、移遊、移樂的城市 自由行為 江湯 李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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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懿